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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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因此 据宋里面就问说 佛座道场 所得妙法 如果要我来 向佛像研究的话 我心里想 四十年来他还没有说过 在菩提寿下成佛的时候 那种的境界 所以说佛 坐在菩提场 这个道场就是指菩提寿 菩提寿下 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寿下 成佛的时候 所得到的唯妙之凡 菩提寿下 夜度明星而悟到的 所得到的妙凡 四十年来从来不曾说过 是不是要说这个道理 所以下面两句 深问 提出来请问 米勒提出来请问说 为欲说辞 为当受机 你要我提供意见 我想也许是佛要说 他菩提寿下 成佛的那个境界 还没有说出来 是要说这个道理 词 就词这个道场所得的妙法 是要说这个道场所得的妙法 还是要为大众受计 受计将来成佛的事实 那么这是弥勒的第三犯的请问了 那么这个福难解释过了 我提供这个意见 但是究竟要顺哪一种 我没有办法接断 那么因此就请问文书 在文书后边的答复的 据送到最后啊 有这么一首据送 诸人金当之 何掌一心待 佛大欲伐于 充足求道者 正是答复这个第三个问题 那么虽然到了这个第三段了 最后一个福疑 恐怕这个文书内心 又生去这种的反难了 那么文书会这样想 对了 米勒 你这样说就对了嘛 你这就是大乌了 不是要说道场所得的妙法 就是要受计 文书啊 真是大智慧 他以这种反难 你这个已经答复了 那么因此啊 米勒又提出来再请问了 所以下面寄送说 是诸佛头重宝严经 极见诸佛此非小缘 米勒的意思说 文书不散 你认为我这样说就算答复了 太笼统了吧 不应该是这样吧 那么以这个光明所示现的诸佛国徒 为重宝所庄严所心经 并且见到这个万八千佛徒里面 种种的殊胜境界 这不是小小因缘呢 怎么可以用我这么嘲碎的 这个大夫就算答复呢 应当不是这样子吧 所以我还是要请求你呀 真正的结结实实的答复出来 不要用用我这个笼统的说法 就认为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一个句宗啊 就是正请问 所以文书当之啊 四众龙神 粘插人者 未说何等 那么这就请问说 文书不散 你应当要知道啊 这个四众 包含前面所说的两种四众 天龙八部龙神等 大家都在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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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单身人,若有一回则,佛大为书断,令尽无有余,正是答复这个问题。 那么,这就说明,大家应当要好好的等待,佛出定之后,就会替大众说大法。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文书没有推辞了,不能再推了,没有入口推了。 那么,因此后边必定有答复,那么总监上面四段的佛南啊,这个弥勒,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完全不知道,有的时候列入锋芒啊,又好像知道一点,有的时候又像知道的很多。 所以,他前面的所有的请问的,解释这个佛南的文字啊,都很有意义的。 看这个翻译的人的文词的高妙啊,简直是让我们五体投地。 他开头就说,视尊何故,放尸光明。 看起来完全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放这个光明啊? 这是表示完全不知道。 那么,然后又说,何所饶意,淹尸光明,烈烈露出一点锋芒。 这必定要使大家得大利益。 必定要使大家得大利益,才放出这个光明。 要怎么样子使大家得大利益? 那我就不知道了,好像知道一点,这叫做烈露锋芒。 露出一点点锋芒来,表示他有一点知道。 又说,为了妙法未当收集,这已经是完全说出来了。 后边就是妙法吗?妙法联法金不是妙法吗? 那么三州收集,独有收集,不是独收集吗? 这完全佛盘特出,整个已经答复了。 可是他最后,他还是不愿意认为这就对了。 还是要求要文殊答复,所以最后说,战杀人者未说何等。 那么这个又淘累到文殊,非大不可了。 那么这就显示他这个文词啊,翻译得非常的微妙。 所以从前那个唐老师常说呀,法华经的文迹啊,那个句诵里面的微妙豪的句子多得不得了。 他那个,句诵的好多的句子啊,在其他的佛经里面看不到的。 所以法华经翻译到中国以后啊,那么基姆罗斯翻译出来以后啊,快支人口很有缘故的啊,因为他的文词太好了啊。 大家都喜欢读,所以这个法华经的流通啊,相当之广。 而依法华经修学得到很大利益的,那么从历史上看起来,高僧,大的。 甚至在家居士们得到佛法的这个法华经的利益很多的。 从前有个座大官的啊,呃,他很聪明,呃,一部法华经过背,将近七万字啊,他能够全背起来,呃,我们读一背字还背不出来,别说背啊,背没有三句的,呃,太虚大师半年就背起来了,一部法华经半年就背起来。 那个座大官呢,是宋朝人,我名字想不出来,他把一部法华经背起来,古代人,呃,早上要上朝,朝皇帝啊,呃,都是骑马,从他的家,到朝廷,呃,到皇帝的皇宫,呃,上朝啊,对,骑马的时间,一起一回啊,正好,按送一部法华经,背一部法华经, 去背一半,回来背后一半,每天就是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啊,天天上朝啊,都要,呃,去背一半法华经半部,回来背后半部,那么去回就是一部法华经, 世间人认为是读诵法华经,或者是读经,必定要在大殿里的对着佛像,啊,你看这位大官,他是骑在马上,边走路, 读读读读法华经,功德还不是一样吗,啊,所以啊,呃,只要你自诚心,啊,那么,好好的授持,必定有大利益,所以后边经文呢,都有说到,授持读读读法华经的大利益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续段五段五个科半里面呢,第四,发问序,说完了,下面是第五,大问序,文书答复的问题,呃,大问序,有两段,第一,长文,第二,句诵, 他的答复有长文,有句诵,呃,所以先说长文,后说句诵,物字下第一,长文,分四段,第一,微寸答,呃,第二,略举成见于答,第三,广举成见于答, 第四,分明判答,呃,后边的这个长文,呃,有这四段,呃,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段,第一段,呃,微寸答,呃,内心寸量,想出来,可能是有这些道理,微寸答,经文,先把这段经文念出来,呃,看看经文,呃, 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几字下第一颗,微寸答, 呃,微,内心思维,寸,细细思量,详细的思量,研究,叫做寸,呃,微的细,叫做寸,呃,这文说菩萨他也很客气的,就是根据他自己知道的,呃,呃,详细想想出来,呃, 啊,好好的思量,然后提出来答复,呃,识,就是米勒请问的文字说完那个时候,文书,呃,米勒问完了,文书就得答复,所以那个时候,文书斯利,文书菩萨,呃,文书斯利菩萨,呃, 以米勒菩萨,呃,因为他是平卑啊,呃,对他说话,就是于,说了,呃,那么就对米勒菩萨说,呃,呃,病急为诸大事说,呃,呃,并急为诸大事说,呃,不但是对文书,呃,对米勒说,呃,同时也为当时的 法会当中的诸大菩萨,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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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就是菩萨的一名,也就是菩萨的通称,啊,因为他能够发大道心,发大菩提心,啊,呃,呃,呃,行菩萨道上求下法,呃,呃,他是发大菩提心上求下法的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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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就是人,呃,所以叫做大事,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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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也翻作开示,正事,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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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位,所以叫做诸大士,诸位菩萨,文殊大夫诸大菩萨说,善男子以下,就是文殊大夫的话,先列列的根据他内心所想的,先简单的几句话答复出来,善男子等,善男子就是菩萨的通称,菩萨的通称,不一定是指男性, 只要是菩萨,就是善男子,佛经里面往往称菩萨为善男子,那么文殊对弥勒跟诸大菩萨,也是称他们善男子,善有世间善,有初世间善,有初世间的上上善法, 现在这些菩萨都是修初世间的最上善法,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广修六度万坑,是大菩萨,所以是初世间的上上善, 男子这丈夫之一,他由这个大菩萨大力量,能够做上求下化的大利益的事情,所以叫做善男子,就是大丈夫,不是呆板的指男性, 所以这个慈州大师啊,他曾说,他说,能发菩提心,能行菩萨道,女性也是善男子,就是女中丈夫啊,就是也是善男子,不要以男女的性别来分别, 只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统统都是善男子,那么现在这个善男子就是菩萨的同称,啊, 那么文殊对弥勒,对诸大菩萨说,善男子等,等着等于其他一切在会的听众, 如我为寸,如,按照了,按照我文殊过去所见到的,我加以思维细细的想一想,寸就细细的想, 我已经如是寸是如今啊,我看到现在的境界,我就想出过去的境界, 我想到过去的境界,来对照现在的境界,所以叫做维寸,啊, 因为文殊他是过去已经成佛了,他是一尊古佛呀, 视线着菩萨,他哪里不知道的,但是他还是谦虚的说, 根据我所知道的,我想出来,提供你大家来做个参考吧, 经,佛世尊,经,现在啦,寂寞啊,哦,现在, 佛,释迦牟尼佛,为九法界中最尊,所以叫做世尊,啊, 一下就是他所为寸的事啦,啊,就是一下面的,啊, 啊,五句话呀,来表达,先说出他内心所想的,啊, 预说大法,啊,按照法法会议里面的解释说, 说大法,就是大佛说法锐,前面有六种锐箱吗, 预说大法,佛一定是出定之后啊,要说大法,啊, 啊,那么这就大佛前面的说法的这项的这个意义,啊, 因为我想到古佛,从前我见到的佛, 他也是说了无量一经之后入定, 出定之后说法,开全显示,啊, 那么说无量而归一意,啊, 那么我想到过去佛如此, 现在佛应当也是这样,说无量一经入定,啊, 啊,然后出定之后啊,就要开全显示了, 开全显示就把过去所说的无量法呀, 通通收归于一,一,是什么呢, 就是大法,大法就是一,一是什么, 一圣法,教也一,理也一,行也一,人也一, 啊,通通都是以佛圣,究竟以佛圣法, 就是诸法师这样的离题,啊, 啊,那么这个大法就是这个义法,啊, 无量一则从义法上,就是这个义法,啊, 现在在法法会上就是要收无量一归以义法,啊, 所以欲说大法就是大这个说法锐, 欲大法语,头一个欲之啊,就是漏下来,啊, 从空中漏下来的,啊,这个动词,就是欲, 欲啊,是欲水,比方说欲水,啊, 天空落雨下雨的时候,啊, 大地都蒙润了,得到滋润, 现在佛说法,好像降下甘露伐渝, 甘露伐渝,啊, 啊,大众都的蒙润,啊,都的佛法的滋润, 所以这个欲大法语,啊, 就是大佛前面的,啊,欲花锐, 欲花锐,啊, 前面不是佛入定之后,天欲四花吗, 满陀罗法,摩侯满陀罗法, 满苏沙法,摩侯满苏沙法, 嗯,下这个四种花, 从空中漏下来,啊, 啊,这是一种瑞相,啊, 现在佛要说大法, 滋润大家, 好像前面的,啊, 欲花那种的,啊, 啊,瑞相,就是闲师啊, 佛要说大法的, 这个,这个,表示, 那么这就是闲师, 住行像第四个阶位的菩萨,啊, 通通由此破无名正法身, 啊, 这欲大法语, 吹大法罗, 罗是号角, 号角, 例如这个部队里面吹的, 啊, 号角一样, 啊, 这个号角一吹,啊, 大家都是按照这个, 啊, 规定,啊, 去办事, 啊, 那么这个吹大法罗, 法罗就是改号逝令, 这就是大佛前面六瑞当中的大众心喜瑞, 大众心里很欢喜啊, 现在佛吹大法罗, 说大法, 大家听到必定要生大欢喜, 啊, 那么由此障碍的仇趣, 众生的善根的根基会发动起来, 从此把这个仁, 教, 行, 离, 通通收归以义法, 就是义法甚法, 那么通通会归成佛, 啊, 那么这个前面都是不曾说过的, 一切众生都是归义法甚, 不曾说过的, 现在就要说了, 这叫做吹大伐罗, 鸡大伐骨, 鸡, 巧鸡了, 打了, 鸡大伐骨, 鸡骨啊, 推进意, 鸡骨是推进, 古代啊, 打仗, 战争的时候打仗啊, 这个鸡骨的时候啊, 就要往前进, 鸡骨往前进, 那么现在鸡大伐骨呀, 就是显示大众由此听到佛法以后, 得到的受用啊, 六番破五名, 能够使众生破五名, 这就是大伐前面的地动锐, 前面锐像里面, 六锐有一个地动锐, 就是大地六番震动, 动荣习整喉机, 六番震动, 六番震动就是显示表示说, 这个六个阶位的菩萨道佛, 断获正真, 就是住行向地等觉妙觉, 这六个阶位啊, 把无名烦恼断除了, 破除42个, 这个无名, 42平无名, 那么最后成为妙觉, 就成佛了, 显示所有的菩萨, 所有的无名大地都动了, 那么无名分分破啊, 法身分分正, 一直到妙觉成佛, 所以叫做鸡大伐骨, 就是推进一, 往前推进, 破无名正法身, 所以叫做鸡大伐骨, 最后一句, 焉大伐一, 焉说, 那么这一句就是大佛放光锐, 那么佛放光的用意在哪里呢, 就是显示出定之后要说大伐, 焉说大伐, 过去佛摆喉像的放光, 光中显现种种的国土, 瑞像, 那么后来出定之后啊, 就是说法法经了, 那么现在可以知道佛正在入定, 等到佛出定以后啊, 一样是要说法法经的, 所以这就是显示佛要演说这个大伐, 表达这个一身实相的真意, 所以叫做焉大伐一, 上面五句, 文书, 想到古代清静日月当明佛那个时候的事情, 配合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入定情况, 父为婚姻啊, 完全相同, 这里本来有六锐, 只少了一个入定锐, 为什么会没有入定锐呢, 因为这个上面五种锐项啊, 都从入定而起的, 入定以后才放光, 放光以后才有以后种种的这个锐项, 所以入定是种啊, 不用说, 也是必定有入定才放光的, 那么所以把这个入定啊, 认为是种一, 包含在五种之中, 这五种就是从入定来的, 所以不说入定啊, 也就还是这个入定的一一了, 那么这就是完全大伐前面六锐之一啊, 一一说清楚了, 这是根据法法文句, 法法会议, 所有的解释, 那么这样子说明啊, 也就是配合前面的六锐, 一一表达出这个佛出定之后, 要说法法经的那种现象, 法法经执掌书, 他对于这五句啊, 他有他的看法, 也有一套解释, 他这个解释也前嫌, 初学的人呢, 也许比较容易明白, 我不妨说出来做做参考, 执掌里面解释说, 就是这五句从预说大法说起, 这个所谓预说大法呀, 法为什么叫做大理, 因为这部经所说的法呀, 教大, 理也大, 行大, 国也大, 教理行国通通都大, 这部经所说的教理行国通通都是大的, 依佛圣吗, 没有比这个更大, 大是周边, 大而无外的大, 不是对小年大的大, 所以这个预说大法是总义, 总显示将来说的法法经, 是具备教理行国都大, 那么欲大法乙呀, 这是别名教大, 欲有滋润意, 运则意, 起来做比喻呢, 就说明佛以一圣教法呀, 滋润众生的根基的因心, 使令每一个众生都能开佛之鉴, 以这个法语滋润众生, 使众生都能开佛之鉴, 那么欲大法语呀, 表示佛所说的法, 教大, 而这个教大呀, 就是实众生开佛之鉴, 因此叫做欲大法语, 吹大法罗, 为什么叫做吹大法罗呢, 这是别名礼大, 另外说明礼大, 法法经的礼大, 罗是号令, 以号令为一, 取来做比喻, 比喻这个礼, 这个礼是一圣的礼法, 号令所有教法的众生的根基, 通通都能够视佛之鉴, 开示侮辱吗, 这是视佛之鉴, 好像部队军队里面吹的号角, 大家